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台推出特别报道关注习近平时代消失的中国性少数群体 台湾大选后美国和立陶宛国会代表团相继到访表达支持 有国安人士指出中国对台发动法律攻势意在改变国际秩序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要先完成23条立法才能全力拼经济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国央行行长潘弓胜突然宣布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下调知农知晓再贷款再贴现金利率0.25个百分点 该消息刺激陆港股市和海外中国资产拉升 有学者认为央行双降政策难以挽救疲弱的中国经济 以下是记者古婷的报道 本周三中国央行行长潘弓胜突然宣布 人民银行将于2月5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 向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约1万亿元 他同时宣布1月25日将下调知农知晓再贷款再贴现率0.25个百分点 并持续推动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重有降 上述消息传出后港股和海外中国资产立即攀升 人民币汇率已直线上升 财经评论人士郑旭光周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A股不停下跌导致新股上市无法发挥融资功能 不过央行此举可谓原水救不了尽可 他说 你是吃定息的那你就吓死了 你是亏本胜利 所以旧市就是搞通货膨胀 要把那个储蓄赶出来 那实际上是进入投资市场 郑旭光认为央行降准降息是为了增加市场融资 为大众性国企提供融资平台 并逐步向民企满延 今年初 中国港股和A股市场出现大面积下跌 香港恒生指数一度跌破1997年回归前的水平 上证指数曾跌至2700点 这以英、美、日等全球主要股票市场形成 强烈反差 此外 中国政府还寻求额外的至少3000亿元人民币的 本地资金挽救在岸股票 知名博主财经评论人士蔡胜坤对本台表示 中国央行再次向市场放水 但难以挽救衰退中的经济 他说 目前西方国家面对的是通胀 而中国则是通缩 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股市持续的低迷 前几天我们看到 李强不是讲的要振兴资本市场 这个央行突然宣布 也是看到股市 这种还继续的下跌 他手上的资金也不够了 所以说就动用了 这个所谓的货币政策工具吧 蔡胜坤认为 降准降息 所谓知农知晓 解决不了根本性问题 他说这些货币政策对中国经济只能发挥暂时性作用 金融学者 司令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央行降准降息 对消费市场不会起到拉升经济的作用 因为百姓的消费能力 主要来自经济增长中的收益 很明显现在中国的老百姓 那么现在的这个购买力 可以说是大不如前了 好像中国政府现在 更加寄希望于刺激周边的资本市场 包括香港的这个股市 释放一些积极信号 然后吸引外资回流 好像更加热衷于这种短线炒作 虽然说 安公圣记者会闭幕之后 那么港股应声的 出现了一个小阳春 但是不代表着 那么在接下来的几个交易日 这样的一个持续的上涨的这个态势 能够持续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廷报道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星期二对中国人权进行第四次审议 性少是权益 是获关切议题之一 习近平上台后 彩虹旗从平权象征沦为违禁品 同志倡议机构纷纷关闭 中国性少数生存空间屡遭挤压 被迫躲进了柜子深处 他们目前究竟面临什么样的困境呢 今天本台记者徐薇婷的报道 今天播出第一集 就这几年感觉特别明显 好像什么都不让说 什么都不让做 80年代出生的中国男同志浩浩 以化名受访 她透过冤阳电话 向记者如此形容 这几年身为性少数的感受 浩浩感叹 整个中国环境一步一步紧缩恶化 跟十年或五年前完全不能比 她观察到 近几年 性少数相关的户外活动受到限制 同志酒吧 开没多久就关掉 甚至连彩虹旗都不能带出门 不能攜带彩虹旗还算小事 好好透露 我会听到有同志只是去饭店 就有警察冲进来说 他们在做非法的事情 在海外求学 00后的中国男同志刘昭阳身边 也碰过不少令人折舍的案例 刘昭阳告诉记者 去年12月 一名好友匆忙来电求助 说身边一位曾在北京同志中心 做志工的朋友 准备去某欧洲国家驻华使馆 参加酷儿活动 却在路上招警察拦阻 警察在路上拦下来 然后带到警察局问话 然后问了24个小时才放出来 然后呢 要求他签一个保证书 要求他离开北京 不能住在北京了 这起事件让刘昭阳的朋友相当忧心 他也担心自己连带被查水表 另一起 让刘昭阳印象深刻的案件 约莫发生在2020年 对 我有一个朋友 现在已经不是朋友 因为很久没有办法联系到 因为他已经在监狱里了 刘昭阳口中这位朋友 是位跨性别者 他说 中国很多未成年跨性别者的父母 会把小孩送到强制矫正学校 他的朋友自愿帮助他们逃离这些学校 然后结果呢 就被一个跨性别的父母发现了 然后呢 那个父母就打电话给警察 举报他这个剧中淫乱 然后他就被抓了 然后已经被关了两三年了吧 好像被判了五年左右 刘昭阳朋友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 英国卫报1月中报导 已经有不少人因为试图协助性少数者逃脱 而被中共当局逮捕的案例 报导引述一位住在中国南部的 29岁跨性别女性 她的话名叫做梅 她说 自己有一位已成年的跨性别友人 话名叫做盈 她遭到家人软禁 虽然能够出门上学 但是自由受限 想逃家去找女友 所以去年夏天向她求救 梅向朋友伸出援手 她帮盈把手机藏起来 让家人找不到她 但根据报导 赢得家人最后通报当局 警察透过手机追到梅的住家 因绑架的罪行将她逮捕 梅表示 自从她多年前加入一个支持LGBTQ的 非正式组织以来 已听闻超过十起倡议者 找警方逮捕和讯问的类似案例 中国在97年将同性恋除罪化 2001年将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移除 往后几年 中国同志社群逐渐活跃 可惜好景不长 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 陆续传出多起同志朋友或组织 遭打压的事件 造成寒蝉效应 台湾四星大学性别研究所所长 长年关注中国性少数权益的 吴维廷分析 习近平将性别议题 包括跨性别或女性主义议题 统统标签化为西方和外来的意识形态 所以打压会是无所不在的 那个打压呢 不仅仅只是政策上的 或者是法律上的 也包括主动的有党国的机器 带头攻击或者歧视多元性别 吴维廷举例 中国广电总局2021年发出娘炮禁令 等于连性别特质都不被允许出现在媒体上 当局2022年禁止网络贩售 跨性别需要的激素 更是非常严重的打压 去年其实发生好几位跨性别者 因为无法取得激素 选择自杀的案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维廷 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台湾总统大选后 对台发动外交攻势 并将联合国2758号决议 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宣言等解读为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的国安人士就此指出 这是中国有意重塑国际秩序 试图改变台海现状 请听门台记者黄春梅 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日前在开罗 与埃及外长苏克里会晤 王毅援引当年开罗宣言的条文精神宣称 其中明确规定把日本窃取的 中国领土台湾归还给中国 波斯坦宣言规定 开罗宣言条文必将实施 王毅称这是台湾属于 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历史与法理基础 台湾的国安人士在一场内部简报会提醒 对于2758号决议文的扭曲 是中国塑造国际新标准的一个重要案例 一旦中国成功达成在其他议题上 中国也会扩大其国际影响力 他分析 2758号决议文根本没有处理台湾问题 但中国不但重述所谓的一中原则 试图形成规范 下一步将规范转换成国际标准 在双边关系上成为压迫其他国家的强制外交工具 第三层用意就是要改变台海现状 这不仅影响台湾 还涉及台海附近海空域自由航行的重新定义 成功大学政治学习副教授蒙志成对本台表示 这一次总统选举结果 国际媒体并非以政党轮替与否的概念理解 而是解读成亲中与亲美路线之争 当民进党再度取得执政权标志着台湾人在民主阵营 再加上AIT主席罗森伯格表示 2758号决议文并没有处理台湾问题 中国试图为赖清德的胜选定调 王毅的重新在谈话 他其实只是要再重新定调 台湾你的选举的结果 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地方选举结果 并不影响这个大的结构 自始至终都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安保协会副秘书长何成辉 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 中国近期不断在国际场合 重新改变波茨坦宣言 2758号决议文等内涵 就是关于主权声索 建立起在国际秩序 以及国际法上的请求权基础 挑战二战后既有的和平现状 中国已经会满足于跟随 追随既有的规则与秩序 盖惠说他想要直接的介入修正 变更其内容 进一步的铺平他有关于 扩张主义行动的一个合法性基础 何成辉说中国传统的三战 其中之一就是法律战 包含重塑规则与秩序 是典型的修正主义做法 中国试图改变自由的国际现状与秩序 透过这样的方式扩张其实力支配范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川埋台北报道 台湾大选后 首个欧洲访问团和第一个美国国会访问团 先后抵达台湾 并会晤总统蔡英文和下任总统赖清德 有评论指出台湾的外交和国际地位 已经发生质的改变 今天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美国国会台湾连线共同主席 民主党众议员贝拉说 正如我们在美国国会所理解的 现在是海峡两岸和本地区内充满挑战的时刻 但不是台湾人民或是美国人民选择改变现状 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 来自北京在海峡两岸和整个地区的侵略行径 作为民主国家 作为相信自由的人民 我们有责任应对这些侵略的行径 蔡英文提到 未来台湾会坚定地走在民主的道路上 也会继续走向世界 台湾的副总统也是下任总统当选人赖清德和副手萧美琴 共同在总统府会见美国国会访团赖清德指出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巴拉特说 巴拉特说 请放心 你们有美国国会的支持 正如我所提到的 这种支持是真实的 深厚的 并将继续蓬勃发展和成长 蔡英文和赖清德25号也分别接见了大选后的第一个欧洲访团 也就是马马豆主席率领的立陶宛国会友好访团 马马豆说 像我们这样的盟友 可以让世界理解伙伴之间的合作是基于信念 赖清德提到 中国持续曲解联合国第2758号的决议案 将台湾2300万人民排除在联合国的体系之外 这是国际社会的损失 旅美时事评论员唐靖远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外交局面形势 在台湾大选之后发生了质变 以前都说台湾是什么亚西亚的孤儿 什么姥姥不腾气就不爱 是吧 因为整个国际社会因为怕得罪中共 所以都跟台湾始终在保持一个距离 但是现在各个国家的 他们使用议会外交的形式 其实他们是在肯定中华民国台湾 他们现在都在开始遵循了美国所提出的 那个一个中国政策的这个主张 唐靖远强调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和中共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 是有完全不同的内涵 美国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 并没有排斥和否定中华民国的这个中国的存在 一个中国政策的它正在越来越被更多的 民主自由社会的这些国家所接受 相当于削弱偷空了中共的那个所谓一个中国原则 台湾辅然大学外交继国际事务学成 召集人张梦仁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即便拜登在台湾大选后说出 北京期待他表态的不支持台独 但美方对台湾的行动有台面上和实质上的区别 拜登也需要给习近平面子 因此在行政部门喊出说 我不支持台独 中国当然会非常的开心 美国国会部门挺台的力道是非常的强的 行政部门附和中国 这也是有点像是敷衍的举动 事实上当然可能得要明显的讲出这种话 但是如果我们再往前推 去看拜登很早以前 他真的是失言嘛 他就三次直接讲说 会以行动方面来支持台湾 张梦荣认为台湾虽然失去了邦交小国 但更需要争取美日欧以及中东欧英国等 非欧盟国家和七国集团的支持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华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台湾连线跨党派共同主席访问团 在台湾访问形成紧凑 两名共同主席会见记者时 都赞扬台湾人民通过选举为未来做出选择 并表示台湾的未来不应受到外力影响 不论美国今年年底选举结果如何 美国国会会继续支持台湾 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美国联邦中议院国会台湾连线 跨党派共同主席访问团 继续在台湾访问 共同主席巴拉特以及贝拉周四晚上 与台湾外交部长吴昭燮进行晚宴前 与在台的媒体见面 贝拉表示 对于区域两岸以及世界而言 现在是重要的时刻 台湾以自由和平的方法进行选举 台湾的人民为未来做出选择 不应该收到外部力量左右 台湾国会连线 跨党派共同主席访问团的到来 是要显示美国国会对台湾的支持 台湾的未来是因由任何外部力量图定 台湾的未来因取决于台湾人民 这是台湾关系法的基本原则 这也是国会中的民主和共和两党人 都支持台湾的原因 我认为能直接与台湾人民谈话是很重要的 你的未来取决于你们 这也是我们在这次选举中看到的东西 贝拉表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75年 是一个和平和繁荣的时代 所有人也希望和平繁荣能持续 也是台湾人民的追求 她表示 在台湾访问期间 曾与总统蔡英文 总统当选人赖清德 和副总统当选人萧美琴见面 他们均表示 不会改变现状 与美国的态度一致 但在不寻求冲突的同时 必须要应对 潜在改变现状的力量 巴勒特赞扬台湾的选民 在面对威胁之下 仍然能够举办透明公平的选举 显示台湾是希望 光明 自由 民主的灯塔 与中国共产党 形成直接的对比 她相信 在新总统就职前 来自中国的威胁会持续 美国国会此时此刻 需要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最重要的是台湾 尽力让中国共产党知道台湾不会屈服 这样台湾不会在自我保卫一事上有所困惑 必须让每个人都知道 美国也以台湾一起支持 所以我们决定现在到这里来 美国在今年年底会举行总统大选 结果会否影响到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呢 巴勒特表示 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是美国国会支柱和基石 他有信心 不论谁人当选 国会对台湾的支持也会保持不变 对于美国延迟对台受伍交付的问题 巴勒特表示 美国国会正在处理拨款和预算 他相信事件会有进展 旧亚洲电台记者陈止飞报道 在香港的股市和楼市表现不佳之际 香港特首李家超表明 在香港国安法后 今年会完成同样涉及国安的 基本法23条立法工作 并强调完成国安法 香港能够全力拼经济 把人气变成财气 港府的旧经济药方 能否有效地为经济下滑解困呢 以下是本台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香港特首李家超周氏到立法会 回应议员对涉及国家安全的 基本法23条立法进度 以及香港如何推动盛世经济的问题 李家超表示 虽然香港已实施香港国安法 但地缘政治越来越复杂 间谍手法隐秘 危害国家安全的风险 千变慢化 又有效应对新的风险 23条立法刻不容缓 港府会做好对内对外的解说 香港国安法帮我们处理了最关键 香港国安法帮助我们处理在2019年时 最关键的国家安全问题 但还有很多问题 例如判国罪 以及关联一些政治组织 与外国联系的政治活动 有关的法律尚未健全 我们只有一部香港国安法 相对外国则有20多部相关法律 我们只是小屋见大屋 我们会向国外解释清楚 李家超透露 23条立法的准备已进入最后的阶段 今年日内会完成 并会成立应变反驳队和解说专队 应对立法过程中来自敌对势力的抹黑 又说希望解决困扰26年的立法工作后 全力拼经济 吸引更多的游客返港 流亡的香港立法会议员许之峰表示 李家超多次提到 欧美等国家有大量的国安法律 是要淡化国安法对香港破坏和影响 他表示相信港府已准备用主体法律 再加相关的实物守折和附件的方法 为基本法23条立法 这种做法能协助港府 避免被国际批评和质疑 我相信港府有意在 《基本法23条》的主体法律条文 用字比较模糊 使表面看来不像太言行俊法 这可以向国际社会有所交代 但实际上法律的魔鬼在细节中 港府这种处理能给予执法机关 有更大的弹性和力量 执法时不会受到法律太大的约束 23条会比国安法更危险 许志峰表示李扎超有提及网络安全和叛国等字眼 相信《基本法23条》会比国安法更辣 又说如果成立应变反博队等 为23条保驾护航 只会给国际社会留下以斗争立法 不是讲道理的形象会使外资对香港更没有信心 李扎超说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后会全力拼经济 让香港人气变成财气 经济学者施映表示 李扎超的说法是转移视线 必要不谈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不保 与国安法影响到香港金融自由度有关 香港离它原来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光环越来越远 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它的自由度的下滑 很明显这个国安法扼杀掉香港的经济金融自由度的 变了味儿的一国两制 让香港的高度自治名存实亡 特区政府应该享有金融上的最终决策权 这一点被中国中央政府掐死了 是外资加速撤离香港 一个重要的环节 他表示基本法23条立法之后 会进一步影响到香港的金融自由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芷菲报导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 从广播到网站 再到推特和Facebook 自由亚洲电台感谢您25年来不离不弃 相遇是久别重逢 从Spotify到Google Podcast 再到Apple Podcast 我们在各大播客平台等您 再续前缘相守相依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避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 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中国大陆的读者可以借此匿名访问本台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该暗网普通话网址是 https-www.rfa62zl6z6owmtlf.onion-mandarin- 读者可使用基于火壶的洋葬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香港媒体报道 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邹信同 山获他人参与六四集会案 经上诉后 由香港终审法院 推翻此前由香港高等法院裁定的无罪判决 恢复了2022年1月初 他最早被西九龙裁判法院法官裁定的 山获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名 据路透社报道 由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任命的一位主教 王岳圣神父 星期四在河南郑州教区就职 报道指出 这标志着梵蒂冈与中国 在主教任职方面的摩擦得到一次缓和 在过去两年中 教廷曾经两次指责 中国违反了中国和梵蒂冈 2018年签署的主教任命协议 未经磋商程序 就单方面决定在中国任命或调动主教 报道还指出 这一协议虽然是脆弱的 并且存在分歧 也就是忠于教宗的地下教徒 与得到国家支持的官方教会之间的分歧 另据路透社报道 菲律宾和越南将在下个星期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访问核内期间 加强海岸警卫合作 菲律宾有官员星期四表示 两国将签署一份 关于他们海岸警卫力量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而这一举动可能会激怒中国 报道指出 这项备忘录的具体内容尚不清楚 但这两个国家在南中国海 拥有竞争性的领土主张 而中国则一直声称 几乎完全拥有南中国海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日前开启了 对中国的例行人权审查 在口头询问环节 韩国代表要求中国 对自朝鲜逃脱的所谓脱北者 给予保护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本周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不存在所谓脱北者一说 各位听众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